三十六重大罗天,明霄宝殿内,当陆无飞话音落下之时,整个大殿安静一片,两旁文武仙城队列众仙神,看着大殿中央,身上法袍破败,身形狼狈跪地的雷布南方,赤天火光震煞雷地,又看向被陛下问话,回答得体的,简直不像不久前, 在那宝镜光幕中展示的那般实力强大又格外嚣张狂妄的惊天大妖王的白浪,一众仙城们心中都很确定了,一向强势霸道的雷布,今日此番却是输定了,要吃些亏了,是的,哪怕那白浪身为妖族,网罗群妖,私自建立妖国,这本严重违背天条的之罪, 这是要放在下界一般妖王,没啥根底,背景的妖王,就是孙悟空那般妖王身上,都是滔天的大罪, 但这妖王背后,如果有武装冠镇元大仙弟子这层身份,这罪就小了很多了, 再加上那白浪之前就得到陛下清风通天大圣之职,本就天庭一元,这罪又可以再适当商量一番, 当然,此处天庭天官的身份,如果没有武装冠的背景,那就是执法犯法,最佳一等, 但有了,那大家都是天庭的,那就是一家人,关起门来好商量, 最后再加上,陆无飞自己实力够强大,够厉害,统一三届的天庭最暴力的执法部, 天庭八部中最强大的雷布,率领大军,精锐进出, 结果确实被陆无飞连胜三大将,两位雷布大元帅全员被抓, 也幸亏武装冠弟子来得及时,真元大仙的态度来得及时, 否则陛下与一众看现场直播的仙臣们还真有点为难, 你说要是继续让雷布增援吧,万一增援的雷布大将还低不过, 那白浪该怎么办,难道还要让其他部增援? 例如雷布不敌,让天庭第二部的豆布上, 豆布虽然规模不及雷布大,人员大军也不及雷不多, 但同样是大将如云,在不计让哪吒三太子上, 让陛下的亲外甥,灌江口的二郎,险胜真君上, 实在不行,一起上都行,总能拿下那白浪的, 但关键是,不至于呀,那白浪只是在下界笼络了一大群妖怪 见了个妖城妖国而已,又不是大闹天宫了, 何况白浪还有天职在身呢,算是天庭一元, 还有武装冠背景,就是陛下一意孤行, 其他文武仙臣也肯定都会竭力劝解, 毕竟这天庭是所有仙神,仙家的天庭, 而不是大天尊陛下一个人的天庭, 在天庭内要讲人情,要讲身份,要讲交换, 要讲退让,要讲大局,要讲太多的东西了, 但天庭如果不增援吧,眼看雷布大军败相一显, 败局已定,天庭也不能光看着吧, 毕竟这次雷布出兵征讨太平山, 可是比多年前征讨花果山时的动静大太多了, 即因为这时白浪名声,比现在的孙悟空更广, 更别说当初花果山时的孙悟空了, 更重要的是,白浪的背后身份, 他是从武装冠出来的,是从镇元大仙, 而且听说还是很受重视,很受宠那种, 毕竟白浪的信息资料并不难寻找, 他的成长历程都是有迹可循,都是透明的, 如此便能很轻易地推算出白浪败入武装冠多久, 花了多长时间进入了神仙境, 如今成就地仙境又花了多少年, 如此天才横溢,天资绝艳的弟子,换谁会不喜欢? 现在雷布征讨武装冠最出色弟子麾下的太平山, 镇元大仙会怎么想,那可是帝仙之祖, 圣号与世同军的镇元大仙, 这也是此次征讨会在三界如此轰动, 如此被关注的原因了。 虽然雷布有时确实没那么听话, 但天庭如是做事雷布大军被白浪一网打尽的话, 雷布是丢脸了,天庭脸还要不要了? 刚好,武装冠弟子这时带来了镇元大仙的态度, 天庭也正好能戒破下驴, 毕竟那白浪违反天条在先, 如果仗着本事高强, 将来执法的天庭雷布大军暴揍一顿后, 天庭不但不给丝毫惩罚, 还要轻易赦免他所犯之罪, 岂不是太过离谱了? 虽然这种离谱之事, 天庭干了太多, 最形象了, 最相似的一件自然是多年前纳斯托国的金翅大棚, 吃光了一国人族百姓, 如此暴行, 不但没有得到丝毫惩罚, 还堂而皇之地占据纳斯托国建立起第一座妖国来, 这件事够离谱吧? 而天庭纵容的原因, 便是西天灵山的那位如来佛祖给那金翅大棚说情了, 至于其他的那些, 一位神仙身边的宠物啊, 角力做齐啊, 看门烧火的童子啊, 甚至是花池里养的观赏鲸鱼啊之类的妖怪, 偷跑下界, 为非作歹, 不管干出了多天怒人怨, 多残忍暴行, 最大惩罚也不过被那些的神仙们牵了回来, 重新上岗工作而已, 这些事也够离谱吧, 但这种事天庭运转的无数年来, 发生太多次, 因此, 哪怕这次没有武装冠弟子来, 没有镇元大仙的态度, 天庭怕麻烦, 也终究还是会让太白金星去邀请白浪上天庭来, 会给白浪雨雷不调节此事, 会赦免白浪万妖城之罪, 但是, 现在武装挂来时带来了镇元大仙的态度, 这下, 面子里子都有了, 天庭干起来就更利索了, 更没有心理压力, 更心安理得了, 因此, 玉皇大帝这才问陆无非有何所求, 他不止会赦免陆无非此次万妖城之罪, 还有要给陆无非谢优待, 现在, 听到白浪如此上道, 如此通情达理的一番话, 高座上的玉皇大帝, 与下方两旁一众仙臣们, 听着又如何能不舒服, 毕竟面子都是互相给的, 你要讨伐施陀国, 听到陆无非的话, 前几句玉皇大帝听了格外舒服, 只是听到后面陆无非的要求, 玉皇大帝愣了下, 他一时没能想起, 施陀国是什么, 在哪里, 这时, 下方文臣队列之内, 四大天师之手的张道林张天师, 立刻给高座上的陛下去了一句传音, 于是, 玉皇大帝立刻便想起了, 那施陀国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当初世间的第一座妖国之士, 雷布报上来时, 他便想下令奖灭的, 但不曾向西天陵山来了使者说情, 他才知道那妖怪居然与如来佛祖有亲, 这才放过了, 知道了缘由, 这时想起下方陆无非的所求, 立刻笑了, 如来佛祖的舅舅, 与镇元大仙的弟子, 他们要是斗起来, 那可和天庭无关, 何况这还是下界妖族之间的争斗, 死一个也能少一份混乱, 如是那西天陵山与武装怪因此生怨, 那就有意思了, 如是能更进一步地斗起来, 那就更有意思了, 对此, 他自是乐观其成, 不过这白浪如此会议上道, 倒是不妨多给他些好处什么的, 给些什么呢? 对了, 这白浪如今已成帝仙, 实力不凡, 还有那万妖城规模不小, 他既然要讨伐那施陀国, 今后只剩下唯一妖国, 不如直接给他的显赫名号, 他不是有个万妖之城吗? 那就给他个万妖之王的名号, 这名号够威风了吧, 再给他些相应之权责, 例如世间只许万妖国一国, 而不许再利, 否则白浪就可以带天庭征讨之类的, 如此, 不但能绝了下界再有万妖城这办事, 也能将由此企图的妖怪矛盾 转移到了白浪身上, 嗯, 这办法不错, 就这么办了, 短短几夕之间, 玉皇大帝脑海中便迅速想到这里, 心中愉悦, 于是便捋着河下长长美须笑道, 你要讨伐那施陀国, 此时朕允你了, 只要你能讨伐施陀国成功, 世间就只剩下你的万妖之城, 那时, 朕就封你为万妖之王, 不过, 朕可与你说好了, 那时下界就只有万妖之城, 也只能有一个万妖之城, 一旦又有其他什么百妖城千妖城冒出来了, 你可得替朕脚灭了, 否则, 朕为你试问, 你看这样如何, 高座上, 玉皇大帝捋着美须, 微笑开口道, 话音落下, 整个灵霄宝殿内, 顿时又是一镜, 大天尊陛下这段话信息量不小, 一众文武仙臣们仔细思索之时, 站着的中央冻结雷王赵坚, 与地上依然还跪着的南方赤天火光震煞雷帝听在耳中, 那简直如雷鸣一般, 心中大惊, 陛下要给那白狼万妖之王的封号, 还要他代为征讨其他敢于, 私自建立妖城妖国的势力, 这不是从雷部手中, 截取权力吗? 尤其是陛下给的那封号, 那可是万妖之王, 如此显赫, 真给了白狼, 白狼还会不会进一步揽过世间妖族之士的大权? 他会忍得住? 而且, 以白狼今日表现出的那般实力, 一旦得到万妖之王这般名正言顺的名号, 真要从雷部手中, 抢夺对于世间妖族各种职权, 雷部一时还真拿他没办法, 陛下为何突然给这白狼如此优待? 难不成针对自家雷部不满到如此了吗? 怎么办? 一时间雷王赵坚与贵帝的赤天火光震煞雷帝心中大吉, 但他们谁也不敢贸然开口, 毕竟他们今天大败于那白狼, 还需要陛下来为他们调停, 旁, 新两位元帅还都在那白狼手中, 雅雷部大将心中大吉却无法, 这时听到玉皇大帝之言, 比雷部两位对此反应更加敏感, 惊诧的自然要数当是妖鹿无飞了, 以至于他这时的第一反应, 就是上面高座上的玉皇大帝要捧杀他, 万妖之王, 这名头可大得不得了, 不同于他便宜弟子孙悟空的齐天大圣, 也不同于他自己的通天大圣, 那些封号显赫归显赫, 终究是更属于个人, 个体, 与天真比高, 但这万妖之王不同, 那可是凌驾于世间所有妖族之上了, 或许对妖族之外其他种族感觉没那么强烈, 但对于世间无数妖族来说, 这名头也实在太大了, 一旦他领了这名头, 名声传了出去, 修为在地仙妖圣之境下的妖怪们还好, 那些与陆无飞同级别妖圣大妖们, 一旦听闻估计全都要炸, 但凡能成就大圣之境的大妖, 哪个不是妖族中绝对的天才, 才能走到整个世间生灵的巅峰之境, 哪个不是性格十足, 霸道自我, 天老大, 自己老二, 为自己为尊, 现在天庭突然给其中一个封了个万妖之王的名头, 还是十足年轻小伙, 让他们无形至终矮了一个级别, 这让早就称霸一方的他们如何能服气, 就像那白鹤大圣实力不济, 加入陆无飞麾下, 陆无飞对他一向都是客客气气的, 从来不会呼来喝去什么的, 为什么他要如此, 还不是他得尊重白鹤吗, 即使白鹤大圣现在已经明着加入他麾下, 他也从未让白鹤喊过他大王, 而是随白鹤喊他大圣也是这个意思, 如此级别的大妖, 你拿对方不当回事, 不尊重对方, 对方即便打不过, 你也能分分钟跑路, 他如果现在领了玉皇大帝给的万妖之王这等爵士, 嚣张到没边的封号, 他要顶着万妖之王的封号回万妖城, 都有些不好意思面对于荣王, 而且, 一旦等这件事在世间, 在大圣级别大妖圈子传开来, 接下来, 来万妖城找他麻烦的大妖绝对少不了, 毕竟, 敢顶着万妖之王的封号, 得有相对应的实力才行, 就是换成陆无飞自己, 若是其他什么妖怪得到了玉皇大帝亲封的万妖之王, 他也肯定会不服, 会忍不住来试试这位万妖之王的实力, 若是比试输了, 万妖之王赢是应该的, 谁让他有那般名头, 若是自己赢了, 那就是踩着万妖之王的名头上位, 名声立刻就能迅速传遍整个妖族, 三界, 如此, 但凡有些实力的大妖, 谁能忍得住, 当然, 接下这名头, 也并非完全都是坏事, 因为玉皇大帝刚说了, 他会给予一些权限权职什么的, 意思就是让他代为管理世间妖族之事的意思, 有点代为统治妖族, 入天庭编制, 还是级别不低的那种意思了, 这对于一些向往天庭, 权力欲望重, 对天庭编制看得重的大妖们来说,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但对于几百年前就能轻易将到手的天庭官职编制随意抛之脑后的陆无非来说, 他没有任何兴趣, 当然, 要说陆无非对万妖之王的名头没兴趣, 那肯定是假的, 他对万妖之王有兴趣, 但他不需要面前这位的册封, 哪怕他是三界公主又如何, 万妖之王这等尊贵至极, 巅峰, 伟大, 这种站在整个三界, 族人数量最多种族之王的名号, 尤其是能被他人册封的, 被册封的又如何能当得起万妖之王的名头, 他陆无非是想成为真正的万妖之王, 但他更清楚, 自己现在距离那目标还早, 他会朝着那个方向一步步努力下去, 直到实至名归那一天, 至于现在, 一念至此, 陆无非马上躬身行大礼道, 谢陛下天安, 小臣不敢, 以小臣威莫能力, 实在担不得那等名头, 还望陛下恕罪, 听到陆无非之言, 一旁站着中央冻结雷王赵坚, 与跪着的南方赤天火光震煞雷帝心中顿时大松了口气, 高座上, 这时思虑得更清楚的玉皇大帝, 也不由觉得自己刚刚之言有些不妥了, 这时见陆无非拒绝, 便笑道, 白浪, 朕可是给你赏赐了, 是你自己不要的, 不过你要讨伐那施陀国之事, 朕还允你, 不过没有其他了, 雷布那两位元帅还在你手中吧, 你把他们都放出来吧, 谢陛下天安, 陆无非再次行礼, 随即起身一挥手, 下一秒, 一道轻面如鬼, 一道面黑红须猙獰, 两道身披雷纹法袍, 高大威武身形, 立刻出现在了灵霄宝殿之内, PS, 过度章节, 有点水, 抱歉, PS, 谢谢哥胯下有黑洞书友打赏, 谢谢各位的月票, 推荐票, 感谢月初有双倍, 还是厚着脸皮求几张月票, 无比感谢, 感谢月初有双倍,